很多個CS的樣式,你就可以套用很多的格式 這個CS的樣式就可以統一每個 你可以共用,給很多個網頁共用 他們以後呢,所有的標題都可以用這一個 就是一樣的Web開頭 那這樣的話,長的就會一樣 那這個CS的樣式主要是統一我們網站的樣式 長的都全部一樣 否則的話,你不能每個網頁做一次就換一個樣子 做一個月就換一個樣子,這很麻煩 接下來的話呢,再來就是這個,第五題 第五題的話,在什麼呢 今天日期後面插入一個日期 那插入日期的話,格式就是要1974這樣的格式 那怎麼做呢,在今天日期後面 再插入什麼呢,插入一個什麼,插入日期 OK,那格式的話是哪一個呢 這一個,1974這一個 OK,那它會自動顯示今天的日期 今天是10月9號 明天10月10號,放假一天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再來接下來的話,第幾題 再來是第六題 第六題的部分的話 在什麼呢 最新消息、新書登場這些標題一 然後呢,它下面的部分改成項目清單 樣式的話要方形的 所以有1、2、3 這三個要做成什麼呢 1、2 不過它沒有辦法多選 所以變成什麼,你要一個一個做 標題一,在哪裡呢 格式的這個地方 標題一有沒有 新書登場標題一 這個跟握得很像 有沒有 標題一 OK 然後在底下 認證課程 標題一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 底下的這些文字 要把它變成什麼呢 這些文字 要把它變成項目清單 那項目清單在下方這邊有啦 有沒有 項目清單 點一下就好了 可是呢 項目清單呢 你要做成什麼呢 做成方形的 那怎麼做方形的 你可以 我比較快的方法是按右鍵 清單裡面有個什麼呢 屬性 按右鍵會比較快一些些 清單 右鍵清單的屬性 那屬性裡面呢 你可以修改什麼呢 把它改成方形的就好了 點下去 這邊 樣式有沒有 方形 按確定 前面就變方形 OK 那一樣的方法的話 再做一次 這邊的話 點一下 按右鍵 項目清單 屬性 這邊把它改成方形 按確定 那有三個 所以做三次就可以 然後 點一下 按右鍵 清單屬性 這邊改一下 OK 按確定 那實際上它做了什麼 你可以在程式碼裡面 你把它選取狀態 按程式碼 你可以看到 它實際上就是這個地方 做了什麼 做了一個標籤 你可以再自己去觀察一下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第六個項目了 第七個項目呢 是什麼呢 設定什麼呢 第七個項目是 設定什麼頁面屬性的外觀 即什麼外觀 CSS 跟標題的CSS 那有這些 總共A到F 有這些項目 那我們要分別把它完成 那怎麼完成呢 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頁面字型的部分 首先的話呢 找到下方有個頁面屬性 點下去 外觀在這裡 還有什麼呢 標題在這裡 所以要設定這一個 跟這一個 對不對 那外觀的部分的話 首先題目要求什麼呢 頁面的字型 要什麼 這邊 心系名體 跟什麼呢 跟標開題 那這邊有沒有 沒有 所以要編輯 把什麼呢 把心系名體加進來 把什麼呢 把那個標開題加進來 好 這兩個加進來按確定 再來你又拿 點下去這邊就會多一個 有沒有 心系名體 我剛剛加的 標開題 OK 就完成了 A 第二個的話呢 字的大小多少 16 所以16 px 它是像素 所以px 再來的話呢 背景顏色 背景顏色要什麼顏色呢 這邊有一個顏色是 頸 9 b 9b cb cd OK 這邊的話就有一個背景顏色了 再來的話呢 背景的什麼呢 背景的影像 瀏覽一下 這邊的話找一下 bg 點綴bg 確定一下 這個背景的影像就找到了 接下來的話呢 重複 那重複在哪 重複在這裡對不對 點一下 它有一個repeat 它要不要重複呢 它要repeat y repeat y軸的意思 y軸的意思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這個頁面的設定 包含 1 1 2 3 4 5 那還有最後一個什麼呢 最後一個標題的部分 所以呢 最後一個標題在哪裡 標題在這裡 標題的css 它叫什麼呢 要標題1 標題1 在標題1裡面呢 它的字大小36 其實這個標題1就是什麼 去設定這個的標題1嘛 然後36 顏色的話呢 把它改成g 多少呢 00 紅的沒有 綠的也沒有 99 變成了深藍色 最後你可以按套用一下 套用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馬上套上去 標題cs有沒有看到 就馬上被套用36 然後深藍色的樣式就怎麼樣 套用在這裡 因為呢 我們剛剛這個就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標題1了 所以你會發現很清楚吧 這個部分呢 就是跟那個 有點像Word很像 按確定 ok之後的話呢 再來 第8的部分呢 在這個 加上什麼呢 加上一個 著作權的特殊次元 那所以 著作權的特殊次元在哪裡呢 插入裡面有一個叫做 HTML 在這裡 找到哪裡呢 特殊次元 咦 怎麼知道 他上過 喔 對齁 你上過 ok 那這邊有個著作權 點下去就好了 這邊就有個著作權 ok 那就完成 最後請你把它save 那現在有沒有save呢 沒有 為什麼 有個信號 對不對 那怎麼save呢 其實按ctrl加s就好了 ctrl加s 或者是你到什麼 檔案裡面的儲存 其實檔案儲存就 那我習慣就 ctrl加s不就好了 比較快一些些 好了之後的話呢 那這個網站 就全部大功告成了 那你們最後的話呢 就是在怎麼樣呢 按F12 或者是說呢 在瀏覽器中預覽 在瀏覽器中 用Chrome來瀏覽一下 那把它展開來 看一下 到底最後有沒有完成 展開來看到 如果 長得像這樣的話 那表示你成功了 第一個網站 就建立起來了 那特別注意 你建立完之後呢 剛剛我是建立在哪裡呢 01裡面有沒有 這個裡面 這個資料夾就是已經完成 所以請各位 最後請你把這個資料夾 務必存起來 存在你的隨身碟 以後繳交給我的作業 就是每個同學會有10個網站 就10個網站交給我就對了 OK 好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後面的流程 會跟今天一樣 所以你們回去請務必 看能不能先把題目先印下來 或者題目先看過 將來就是準備三個東西 一就是題目檔 二就是紙本的題目PDF 把它印下來 三的話就是程式 在家裡也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回去多反覆練習的話 可以把這三個也download下來就可以了